你的选择是 盧玉老师 我知道 你是不是觉得 选我特有挑战性啊 要训练他 我觉得 我觉得你选对了 我有一回支持你选他 他太需要了 你知道吗 我太担心他了 改变他 让他做 他这样你瞧瞧 还能活几年啊 你要把他作为 你人生最大的挑战 你能让盧玉运动了 牛了 你就厉害了 我们给你的挑战 不是拿冠军 而是把他变成女版周杰伦 咱俩特别公平 刚才我量你的臂围 你可以用你的手量一下我的臂围 你不用两个手 一个手就够 不是 怎么也还这样呢 这样大哥 你先勘测一下他的条件 然后给我们讲两句 你对他的体格分析 没有 我觉得 但你不要把我练成像你这样 你让人家说 因为呢 其实女生来说 他不用练得真的太壮 瘦瘦其实不错 只是要有肉 但是因为我刚看到你 确实跟你身体整个的比例来讲 你太瘦了一些 然后我觉得只要帮你 稍微在营养吃的上面 他不吃 关键 谁说我不吃 你的方法不是练 他是让他吃什么 这是他胡说八道 要吃的能够吸收养 必须要有好的练 他吃才会吸收到营养 不然你不练 你吃也吸收不掉 他就代谢掉了 所以这得好 你的练就是吃 那吃也要练 对对对 希望你一定让他把肉 长在合适的地方 先看着他属于皮包骨 应该是皮包肉 真是 你现在跟他明似的 只要你愿意 刚靠他打就了 我可以带你 行 行 我叫我是你最大的挑战 谢谢 他真的好想 你说这叫练 跟我的招也一样啊 我不就整天让你吃吗 不就是这一招吗 你每天练几个小时啊 我不练 我以前练 现在不练 胡说八道 你要不练的话 肌肉能保持这个状态 你睡出来的呀 睡 没错 我每天晚上睡出来的